龟脾汤自古以来就是不脾养心的一个经典方子 但是这样加减呢 还可以治疗男性时间短疲软的情况 所以我们中医治病的关键在于辩症 前段时间呢 我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 我对他的印象呢很深刻 一个壮年男子 个头高高大大的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面色发黄 整个人呢都没有精神 那么据了解他平时呢 除了会觉得那方面总是觉得 时间短容易疲软 意志不坚定 总是脑子里想法很多 但是下面呢又不给力 平时呢还总是容易失眠 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时不时的还会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没有胃口呀 饭量的比以前小了很多 几个月下来的 整个人消瘦了不少 看着就没有精神了 随后看看他的舌相 发现舌尖和舌中的部位 有凹陷的情况 而且舌头颜色很淡呀 在结合上面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那就是出现那方面的原因 就是心脾两须 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知道 中筋需要气血的充盈 而心逐血 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呢 心脾一虚 身体的气血就会生化不足 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因为 心脾亏虚的比较厉害 造成的气血不足 充盈不了中筋 所以他会出现 时间短疲软的情况 心没有足够的气血滋养 那么就会出现虚活内饶心神呢 而这个患者呢 平时呢还会出现容易胡思乱想啊 失眠的情况 那么对于他的这种情况 补毒气血 健脾养心是关键所在 而龟脾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呢 由于这个患者 因为这件事呢 使自己的压力过重 还出现了一些干体瘀节 总是觉得 哎呀 胸门喘不上去了 深吸一口气 他才感觉到好瘦一点 所以我在开放的时候呢 又加入了一些 树干礼器的柴壶呀 香腹呀 鱼巾呢 于是呢 我在龟脾汤的基础上 合上了一个消瘀散 进行了加剑 那么祝福他用上一个疗程 在服药期间 进育 清淡饮食 学会放松心情 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反馈呀 失眠的情况好了很多 能够睡安稳觉了 心跳的情况 也有所改善 于是在原方的基础上呢 有增加了一些 这个通阳道的药 周福用了两个疗程 一段时间之后呀 他反馈情况 已经明显好转 那方面的问题 也已经有起色了 于是随后 根据他的情况 加减药物 两个疗程以后呢 情况基本好转 所以说 不要出现那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去补肾呀 就找肾的原因呀 表面上看着 那方面的问题 和心脾一点都不搭边 但身体的五脏六腑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所以中医治病啊 需要一个什么样 整体的观念 辩证的思维 去看每一个病症 那么这样才可以 有效的为患者排忧解难